欢迎收看理财最前线 日前主机处公布一份重要的资料 就是我们台湾 贫富差距竟然高达66.9倍之多 会不会让儿后我们的国民 穷更穷 有钱的更有钱呢 专家跟我们说原来最重要的源头 就是因为高房价到底是怎么个原因 如何论述呢 为您邀请到理财作家游廷浩来在现场 廷浩您好 阮姐好 大家好 好 廷浩跟大家说一名一下 台湾的贫富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呀 其实我们每年主机处都会公布台湾的国富报告 主要是了解台湾的总体财富 它的增值速度为何 那通常很少去做贫富差距报告 上一次做这个贫富差距的报告 已经是30年前 30年前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给已经卸任的 这个主机处处长朱泽民先生一个肯定 他这一次在最后一年当中 还秀出了这份报告 来了解到底台湾在过去30年来的贫富差距 是否有快速恶化的迹象存在 那国富进额 随着这几年资产价格的上行 因为国富报告 它同时包含着有价证券 也包含着房地产市场 那过去30年资产价格的表现 其实已经很清楚了 过去几年台湾的总体财富 不断在创新高当中 而我们真实要了解的是 为什么有部分像是服务业 或者部分人口 它感觉没有分食到这一波 财富的外溢效果 而感觉心理程度的落差 我问你那个财富的增加 就像你刚说的 有股票有不动产等等 股市创历史新高 也是主要的推力吧 没错 包括有价证券和房地产 都会统计在我们的财富金额当中 那实质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最新的统计 台湾的吉尼系数 其实只有0.6而已 相对于其他海外市场 比如说你像是在德国的部分 法国的部分还要来得更低 吉尼系数越低 其实也就隐含着 贫富差距幅度没有这么大的离谱 可是人家还是会觉得 在30年前贫富差距 肯定是没有到达66倍这么多 最近却是高达66倍 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我们细看数据 到底它的贫富差距 这个倍数是怎么进行换算的 它基本上会把全台湾的人民 分为五大分组 那包括前20%和最后20% 最有钱跟所得最低的 对 这两个人口 把它的财富比例进行统整 来发现他们的倍数到底有多少 我们举例来说 以台湾的部分 第五分位组合占全体的比重 也就是最有钱的那20% 占了台湾总财富 大概已经分走了6成2左右的财富 那最穷的20%的人口 它占台湾总体财富只有0.94% 连1%都不到 落差这么大 对 那你这样子相处下来 那就是高达了66倍 差太大了吧 对 那当然我们进行比较的时候 不能用垂直比较 如果用垂直比较 你会发现过去50年来 只要是采取资本主义的经济体 基本上贫富差距都在恶化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加紧做一个水平比较 其他国家它贫富差距的恶化程度 有没有比我们严重 如果比我们严重 那我们保持的还尚可以吗 那事实上你可以观察到 你像是在德国的部分 法国的部分 英国的部分 其实第五等分位占全体比重 都比我们来得高 对耶 而且低等分位占全体比重 都比我们来得低 那我们还好啊 这就足以彰显了 其他国家贫富差距的倍数 比我们还要来得更为显著 对 所以我个人认为了 台湾这几年 你会发现很多人其实 根本就没缴税 台湾其实免税额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贫富差距相对于海外市场 没有来得这么离谱 因为我们国人 如果您所得不到一个数字 他是不用缴税的 没错 那第二个分项 那就是台湾的贫富差距 如果没有这么大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的财富增长速度 不如海外市场 人家赚钱赚得多 当然贫富差距大 那我们贫富差距看起来比较小 有没有可能是赚比较少钱 这也不一定是好事 那事实上并没有如此 台湾在这几年的财富 仍然在持续上前当中 我们根据Global Finance 全球最富国的经济体 台湾的人均GDP 如果我们是折合购买力来看的话 是7.68万美元 比我们平均的人均GDP还要来得高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项数据 它不只是统计 你的实质产出有多少 它还把你的PPP实质购买力给算进去 也就是你在当地过一个中产 可以照顾家庭的生活 你所需要的花费 跟你的收入当中的笔持 台湾是排名第14名 比日本韩国中国市场都还来得高 在亚洲市场当中 仅仅只有像是一些澳门 或者汶莱比台湾来得高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在这几年的财富 又有非常显著的飞争 所以我们就了解第一件事情 就是第一 贫富差距并没有比海外来得更为严重 第二台湾这几年 平均财富上行速度也很快 总体经济在向好 但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 市场上有一群人 他的心理感受程度 还是觉得这个贫富差距恶化的程度 觉得比海外来得严重 这其实主要的根本原因在于 财富分配所形成的 企业占总体利润的上行 怎么说呢 我们都很清楚 在一个进步社会当中 社会福利的持续加成 它就会导致基本薪资快速的拉抬 连一般薪资都有一个体面的生活 但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在于 基本薪资这几年的确每年都在调升 但是调升幅度相对于日韩幅度没有这么快 你要知道台湾的人均GDP 早在23年就已经陆续超越了日本和韩国 说明什么事情 台湾人能够为企业的贡献的获利额 比日本和韩国都来得高 台湾人很会赚钱 但是很会赚钱 有没有代表你可以把大部分的利润 获取在自己身上 回馈给员工 这不一定我们举例来说 依照基本薪资占人均GDP的比值 韩国的部分是占了6成亿 也就是企业赚了100万 有60万基本上都是要给员工的 那日本的部分大概是占44.3% 有100万有44万都是要分配给员工的 台湾这几年基本薪资有没有调涨 有啊已经调涨了2万7了 但问题是 基本工资占人均GDP的比值还在下滑 不行 这说明台湾人非常会赚钱 但是基本薪资并没有依循的跟着调升 台湾人很努力很怕 真的很会帮企业公司赚钱 但是呢帮公司赚了这么多的钱 未必公司跟企业有把薪资回馈给员工 这样讲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导致了 即便台湾在过去几年 人均GDP实质产出已经超越了日韩 但是心里的财富感受程度 并没有像日韩的消费观一样 快速的拉抬 那问题就出在基本工资调的太慢啊 没错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而已 刚刚的顶号这么一讲完全明白 跟您说 吉尼系数很重要 考试会考 吉尼系数就是来衡量贫富差距 数字越大 贫富差距是越大的咯 来 停靠请上来 接下来我们继续追了 明白我们国人 应该说台湾的贫富差距大归大 但是跟国际间比较起来 我们相较之下 还算平均还OK的啦 但是呢 民众的财富来自于房地产的增值 这要告诉我们什么的重要意义呢 它的意义就在于 即便现在我们很大的财富 来自于房地产的增值 但很多人他可能拥有的 只有自助一套房 也就代表着 他把房地产市场出清以后 换得了金钱或者换得了现金 但同时间他也失去了居住地 所以换句话来说 有点假财富的感觉 举例来说 现在根据家庭部门 平均每人的净值分配 大概是680万 台湾人平均来看 每个人大概有680万的资产 可是这680万当中 比例最高的221万 就是房地产市场了 那有很多人是自助嘛 你等于一卖掉 你去哪里找到200万的 总资产的房子 你也找不到了 所以他可能是30年40年前 他买的房子 但是一旦出清 他也找不到其他地点了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房价一直在往上涨 你卖掉之前 三四年前或十年前 买的房子 卖掉之后 你要再买 当时那么便宜的价格的房子 买不到 你得要追高买房了 没错 这就导致房地产市场 它几乎已经形成了 高度年拙性资产 你不可能借由出清这样的资产 来获得更巨额的庞大获利 为什么 因为你卖了 你赚到价差 你买不起新的 另外一部分 比例比较高的 是我们看到的人寿业 我们看到人寿保险 或者退休金的基金准备 大概是占了154万 这个也是主要财富的集中来源 不过这几年 有一个比较显著的 财富内部的变化 就是大量的人寿业 整体资金往有价证券 112万来做移动 什么意思 简单来讲 现在人越来越意识到 买储蓄险 买保单 很难跑赢通膨 但是买股票买ETF 基本上有很大的能力 能够获得更高的报酬 所以资金就大量的 从保单收入的骤减 转往向股市 往房市来进行移动 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最终就导致了 市场上 你要让自己的资产 能够快速增值的方式 目前来看 第一个就是房地产市场 第二个就是有价证券 房地产因为 入市的门槛比较高 你要准备投期款 通常小市族 就是以有价证券 作为主要投入的方向 可是我们必须很清楚的理解 因为房地产市场 虽然它的平均房价的年化报酬 大概就5个percent 可是房地产 它是因为采取五倍杠杆 尤其买第一套房 两成自备款 这导致房地产市场 价值对于某些投资客来看 它的上行幅度来得更快 导致很多人 他很努力的去存0050 但是最终发现 好像我每多存一年 那个投期款就多50万 多100万 这种速度是跟不上的 所以房地产市场 反而最终还是会形成 平均每人净值分配的 最重要的权重 我们举例来说 我们根据在最近几年 因为去年新清单上路以后 不管是从台北到台南 高雄 基本上全台湾 移转交易动数 都有非常显著的上行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年轻人很聪明 他知道短期内资本主义 恶化的趋势 贫富差距恶化的趋势 无法改变 所以想办法都是尽量上车 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如果我们按照 核贷八成的房贷总额 就台北市的均价 比如是2324万 那大楼的估值2905万 我们根据优惠期 月付房贷 以7万块来看的话 建议月薪 因为通常是三分之一 台北市你要买房 基本上月薪 建议是21万起跳 新北市的部分 建议是11万 台中 桃园 高雄 台南 建议是8万块 然后接下来是6万块 这说明什么事情 就说 不用买了 对对对 那也几乎可以彰显 这些地区它的上行幅度是非常之快的 尤其现在 由于第一高通膨 第二股价创新高 第三 现在有房子的人 完全不愿意卖房 导致了短线上房市有明显过热的迹象存在 为什么呢 因为市场上已经意识到了 以后会更贵 所以大家开始出现了强大的吸收心态 就是除非你缺钱 要不然现在谁要卖房子 对不对 你说现在进行股市调节 股市位阶级极高 还有理由 但是你却可以观察到 全台湾的二手市场 我们讲中古屋 一定是有房子到 在23年中旬接近10万户 现在剩下多少 7.5万户 所以大家不卖了 瞬间有四分之一的房屋不见了 那不见是什么原因呢 是被买光吗 其实并没有被买光 因为没有人要卖房子 所以你就看到了 如果是以24年 今年一季度 信义房价指数 我们衡量中古屋市场来看的话 台北新北 过去双北地区 是认为房价涨幅最为趋缓的地区 为什么 因为高总价 你没有太大的拉抬空间 涨幅年增幅居然是10% 你买1000万的房 现在已经是1100万 才一年 那更何况 你可能投几款只有200万 等于一年的报酬是五成 这个上行幅度是有点快了 那你像是桃园新竹 其他地区 涨幅就一定更胜于台北 涨幅都是14% 15%来做起跳 因为既起低了 没错 所以换句话说 台湾现在所面临贫富差距真正恶化的问题 并不是说物价的全面失控 并不是说资产阶级 对于劳工阶级形成重大的冲击 它基本上就取决于两大因子 第一 就是房地产市场上行幅度过快 第二 企业给予基本工资 占人均GDP的比值过低 所以简单来讲 只要处理好这两大问题 台湾经济基本上就可以达到相对和欢的态势 就是第一 房地产市场 你必须要想办法 让年轻人有上车的机会存在 第二件事情 至少从基本工资来看 你应该调的高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来看 人家日韩比例也很高 就代表着你不会因为调高 就大幅的侵蚀你的企业利润 如果这两个条件 能够适度的改善的话 台湾的贫富差距 能够就有趋环的迹象了 我今天才知道 为什么观众朋友那么喜欢廷号 你看廷号都会帮大家发声 而且他讲的都是事实 好 感谢廷号 那我非常谢谢您请回座 本来看到主记处这份的统计资料 还有一点点吓一大跳 天呐 台湾国人贫富差距 怎会高达66.9倍 透过了吉林系数发现 我们贫富差距大 但如果跟他国家比一比 才留意 原来我们跟其他国家比 不尽然嘛 我们贫富差距 还算是中间而已 而且呢 这贫富差距 我们没有人家那么样的大 是不是因为我们总财富 累积并不多呢 其实不然 看到这格就知道 原来呢 今年全球最有钱的国家 台湾人均GDP 排名是第14名 赢过了日本 韩国跟大陆哦 所以到底我们财富总理基也多 皮肤差距也没有人家大 那为什么有些人在感觉 我很穷啊 我都追不上物价 我买房子也买不起 买车子还要贷款等等 为什么 问题就出在 我们企业加薪的幅度 根本就不够 刚刚呢 停靠在这张说的很清楚 如果加薪幅度 基本工资的条幅来看 我们输了韩国跟日本 第二个拉大国内贫富差距的 主要原因就是房地产 房价增值速度太快 而且当你一卖掉 再也追不回来 原来差不多的价格 当然现在政府 有一些的新清安的贷款 一些建议 但是呢 年轻人有上车 只是上车之后 还是追不上 而后我们各个大都会区 房价指数涨的幅度 因此呢 结论刚刚停靠有讲 解决国内贫富差距大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 企业加薪幅度要变大 更大哦 第二个 房价呢 不要再涨涨不休 涨幅要放缓 抗荡下来 以上的结论 停靠正确吗 完全正确 今天听完停靠 再明明说 不知道您的想法呢 如果您觉得台湾的贫富差距 真的很大 那你就帮软姐留个一哦 留言区 还是您觉得 其实还好了 你就帮我留个二哦 因为我们也想知道 您觉得国内现在的贫富 差距的状况 您心中的感触是如何 记得帮我们留言哦 最重要的听专页 一定要订阅 理财最前线 订阅 订阅 最重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诈骗商局 所有要求加入胡瑞涵 LINE群组都是诈骗 请拨打165反诈专线求证 沈致听, Não参考虑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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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